现在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各位,被称之为叫世界恐龙之乡 日前全世界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 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参观这里了 大家好,我是布点,我现在到了渔南的世界恐龙谷这边 我从海南开过来,一路从海南北海 铁地里位置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一路走省道,开到昆明这边 我也见了一下我海外的朋友,也是加拿大回来昆明的 看得见吗? 好了好了,泡茶了,不说 请我吃了什么过桥米线啊,然后也带我泡茶什么的 我后期还会再去找他哦 这个门票大概120,但是不包含那个 那个门票120 不包含那个游乐园 看那边 然后,那个北美那个 就是最,世界上最完整的恐龙在北美挖斗 好像为了把它清出来花了20年,才能把它从石头里面慢慢掏出来 看,右边是椅子广场 对,我对椅子表现,乐园我就没那么大兴趣 左手边是乐园 右边就是椅子,怎么是椅子吧 坐车的地方 今天又包场了 今天又包场了 好,谢谢哦 看,恐龙大椅子 你看这只像不像鸡 是不是龙呢 所以这里还是很适合带小朋友来 你看,其实 游乐的主题 人人大过日 恐龙 我们在这边 这两个馆 在这边 这游乐场 一开始介绍的就是这些什么浮游生物啊 藻贝啊 单细胞 生物 类似的 然后 什么山叶虫啊 还是看恐龙嘛 这边就在解说 他们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持续发现恐龙化石 这边写的就是达尔伦的进化论 他这边写的说 他说恐龙很多是温血跟补血类动物 很可能会进化成恐龙人 这个是脚龙的尾巴 肌肉示意图 那边都比我们大腿粗了 这个是脚龙的尾锤 攻击力用的 剩下这些都是矿龙的大腿 想象的 但是肌肉是够发达的 这都比我 他比我宽了 如果这个东西肚子上勾一下 他真的是肠子都可以拉出来 挺恐怖哦 右边都挺恐怖 左边看起来还好 看起来很草食的 从这边开始变肉食的感觉 冲一下热量 太热了 我觉得这边是最直的地方 我猜 我觉得这边还是最直 如果这个门票 假设算100块 这边可能只90 95块 弄大声一点 可以自己调山下调对 好谢谢 这是真实的保存下来的化石了 这具可能化石是我们中文在自己土地上最早发现的一具化石 1938年修那个冰冰公寓的时候发现的 这具化石是今天我们参观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堡 整具化石仔细观察的家可以发现保存下来很完整 化石上面的完整率可以达到98% 人工没有做过修复没有处理过 它最早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整具的趴着 直接淋这个泥土就把它给保存下来的 在这里的话大家记住这个狂龙名字了吗 它叫什么龙 鹿蜂龙 对它叫鹿蜂龙 这是以我们半地出土的地名来取的 但是各位 鹿蜂龙它属于生活在侏罗记早期的 所以鹿蜂龙它体型不大 它的体长只能达到肉米 站起来的身高在两米左右 就是完整的一句把它复原出来 它的体重可以达到3-3.5%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枚 它是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物种 到现在已经有两亿多年了 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它叫蛇颈龟 蛇颈龟它和我们能看到 现代的乌龟不同的地方 它脖子比较长就像那个蛇一样的 因为脖子很长的原因 它害怕的时候 它的头是梳不到这个龟壳里面的 所以我们记住了 不要叫它缩头乌龟 它的头和脖子对没有保存下来 只有很厌的这层壳保存下来了 那各位恐龙它在地球上已经消失 已经灭绝了 但是我们记住 蛇颈龟它有存活下来 现在有在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还有我们中国的新疆 有发现活着的蛇颈龟 同时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活化石 半生物的活化石 在挖地的时候经常会挖到 这个恐龙的尾椎化石 但是挖出来之后 自己不知道是恐龙化石 所以就把它带回家里面 当这个工具来使用 最早传说中的龙骨油灯 就这样子来的 我们可以装到侧面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用激光笔指的这枚化石 它最早的时候各位 就在那个老百姓家里面发现了 然后把它给收回来的 当时发现的时候这枚化石 确实被那个农民拿回去家里面 把长的这部分化石插在那个墙壁里面 凹下去的碗里面倒上灯油 插一个免线 就是用来点灯嘛 最早传说中的龙骨油灯 就这样子来的 所以仔细观察 你们可以发现 整块化石它的颜色 比其他的要深很多 而且它这个凹下去的碗里面 很多地方有开裂有损化 就是风化 腐蚀度的话要更严重一些 眼前可以看到这一些的话 是恐龙前脚的角度化石 它就像是我们人的手指头了 来更大的还在这边 过来的话 各位我们看到这枚是 阿娜川街龙的骨骨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骨骨的话 说的就是我们人的大腿的 这个地方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的大腿骨有多长有多脆 眼前我们看到这枚恐龙大腿骨 全长可以达到1.6米 而且它只是中间的一根骨头 如果外面长上它的肌肉和皮肤 这个恐龙的腿是很脆的 阿娜川街龙是目前在整个圆南这边发现 体型最大的一种恐龙 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完整的一具保存下来的 全长大概在30米左右 各位 旁边看到这两枚的话也是恐龙的骨骨 就是恐龙的腿骨 大家抬头看一下 它是另外一种恐龙的 这个恐龙的名字叫江亿羽毛龙 说到这个羽毛的话 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亚洲发现最早的人叫羽毛人 距今有170万年 比北京人和山点洞人还要早 这是在我们楚雄的另外一个县城 叫羽毛信这个地方发现的 在同一个地方也发现了恐龙化石 这是以我们的地名来取的 那给你们来看看这一具 接下来各位 大家转过来 我们在眼前可以看到这一具的话 就是鹿蜂龙的化石了 它和刚才我们前方了解 趴者的那具恐龙是一样的 但是眼前我们看到这具鹿蜂龙的化石 因为发现的时候整具化石 它是漏在这个地层上面的 所以它这个石金一九的话 有风化有腐蚀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保存下来不是很完整 看到恐龙的头了吗 看到了 这里是恐龙的头骨 它有一个大张的嘴巴 前面看到弯弯的这一条是恐龙的颈椎 就是恐龙的脖子 它的脊椎骨 肋骨 肩胛骨 腿骨 如果完整的保存下来 尾巴是在下面 但是这具恐龙它的尾巴没有找到 在这里仔细观察大家可以发现 它这个长长的脖子中间 有断了一截 少了一截 我们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你们觉得这具恐龙它脖子为什么会断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 攻击 其实说法很多 对 比较有说服力的话 目前有两种 对 第一个说法的话就是 遭遇到其他肉食恐龙的一个袭击 对 脖子这个地方有可能被咬断了 或者说是被吃掉了 其次 发现我们这句话是在前面这里的话 有一条小水膏 有可能它长时间的话有遭遇到水流的冲刷 有可能是被水给冲走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后期做了一个推测 毕竟恐龙秘诀的时候人没有出现嘛 就是说它真正到底怎么死的 脖子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轻躯了 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都是后期做了一个推测 这个就是鹿蜂龙的化石 要记住了 来给你们看看恐龙脚印 恐龙踩到精硬的泥 腿留下凹性状的脚印 时间久了之后就保留下来就形成化石了 但是脚印化石的话比较难保存下来 它很珍贵 目前的话在我们今天参观这个补物馆里面 给大家长出的只有前面这两枚 各位 脚印化石其实它给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个信息的话有很多 首先根据这个脚印化石的深浅 我们可以大概的来判断 这一具恐龙的一个身高和体重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你们觉得前面这一具恐龙它体型大吗 大 肯定大 怎么看得出来它体型大呢 因为是那么坚硬 它都留下去了那么多 哦 那么硬它踩下去都留下脚印了是吗 前面能看到这个脚印化石的话 狗生物学家有做过推测 如果完整的一具复原出来 这个恐龙的体重大概在6吨左右 就是对比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能看到的动物来讲 已经算很大了 但是各位记住 对于恐龙来说 6吨的体重 在恐龙当中算是体型比较少的 因为体型大的那些恐龙它可以达到100多吨嘛 这具恐龙的话你们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它这个脚印其实是算踩的比较浅的 对它体型不是很大 那在这里的话还要记住 根据恐龙脚印化石还可以推测 这具恐龙它是吃植物的还是吃肉的 看得出来吗 很简单就直接数这个指头数量 两个到三个指头多恐龙它是吃肉的 四个到五个指头的是吃植物的 指头少它吃肉指头多吃植物的 对这个就属于吃肉的 而且吃肉的恐龙它体型要更小 吃植物的体型要更大一些 接下来这边转过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具恐龙身上最珍贵的一个部位 大家看一下 对就是恐龙的脑袋就是恐龙的头骨 为什么说恐龙头骨它是很珍贵的一个部位呢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各位 恐龙头骨它成个老空的一个形状 头骨里面是空的 而且它表面的这些骨头比较薄比较脆 只要有重的硬的东西压到它容易碎 不容易保存下来 前面我们看到这枚头骨 其实它有一些白色的地方 这是没有保存下来后期的工作人员有做了舒服的 这个完整率可以达到80%左右 根据上面能看到这两排金金的牙齿 你们猜猜看这个恐龙它吃什么 它是吃肉的对不对 牙齿很长很筋很锋利 这个恐龙它吃肉的 它有一个特点 头上有两片骨罐 像那个大公鸡的激光 就根据头上的这个骨罐来取的名字 它叫双脊龙 叫双罐龙 下面能看到这两枚的话就是恐龙的下颌骨 就是下巴的这个地方 因为各位要记住 恐龙它真正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根据它身上的特点 发现恐龙化石的地名 发现恐龙化石的人名 来给它取的名字 鹿丰龙是地名 这个就根据特点来取的 就像小朋友最熟悉的三角龙 就因为头上有三个角嘛 对 那转过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然后猜猜看 这个是恐龙身上的哪里 应该是那个 骨盆 是不是啊 恐龙的跨骨对不对 就是盆骨的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一起看 长得像水瓢的那个部位 尾巴的起点就在这里了 看出来没有 它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 对应的就是奥萨区的那个网 两边可以看到空空的地方 就是恐龙后脚后腿长的地方 身子在对面 同样想象一下 如果外面长上它的肌肉和皮肤 这个恐龙的跨骨有多大 对不对 它的体型有多大 这个就和刚才我们了解 最大的那个大腿 就是一个恐龙的 阿娜穿街龙 对 等一下我们要去了解 体型最大的那个恐龙 来看看小恐龙 接下来各位这边装过来 我们在玻璃掌柜里面看到这一具恐龙 它是今天我们参观这个展厅里面 长出体型最小的一具恐龙 当然各位它并不是恐龙小宝宝 不是从那个恐龙袋里面才孵出来的 我们前面看到这一具恐龙 它已经属于是接近成年的恐龙了 在这边仔细观察 大家看到恐龙头了吗 看到了 弯弯的脖子 有一个大张的嘴巴 嘴巴里面能看到有尖尖的牙齿 你们猜猜这个小恐龙它吃什么 吃肉 对它属于小型的那个肉食恐龙 一般的话只能吃很小的昆虫 吃一些腐肉 就吃别的恐龙吃剩的 因为它体型比较小 嘴巴的咬合力的话有性 不像那个凶猛的霸王龙一样的 可以去捕捉其他利物 所以只能吃别的恐龙吃剩的 各位我们前面看到这条内果 它的长度接近于两米 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内果它怎么长的 两条队长对不对 两条内果夹在一块长度将近 可以达到四米长 你们想象推测一下这个恐龙 它那个肚子有多大 它的体型有多大 内果化石虽然很长 因为它比较细 不容易饱餐 一节节有损坏断力的地方 有做了舒服的 80%的完整率 这个只是其中一边的一条内果 接下来这边转过来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恐龙 各位 平常像我们在电影里面 包括小朋友在书本里面的话 经常都会看到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这个恐龙的话 在我们原来陆峰这边 它的化石发现的不多 目前的话只发现了前面这四枚 这个恐龙的话 各位它的名字叫剑龙 大家有听过吗 一种背上和尾巴上的话 都有很尖刺的恐龙 小朋友的话都知道 这一些刺骨 可以当作武器 攻击别的恐龙 做防御 保护自己 包括调节身体的一个温度 那在这里的话 给大家介绍的是 剑龙它是目前整个恐龙家族当中 发现智商最低最笨的一种恐龙 就是说说到最笨的恐龙 我们要知道就是剑龙 为什么说剑龙它是最笨的 来大家去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枚各位 它是剑龙的脑袋 就是剑龙的头骨 剑龙它整个头骨是特别小的 它抓脑子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看到了吗 我记关笔纸的地方 就是这个凹下去的地方 剑龙它这个脑容量的大小 只能达到26毫升 有我们大家平常都经过很小的 那个乒乓球那么大 今天我们了解了陆风龙 它脑袋的大小 包括体型的大小和这个剑龙差不多 完整的复原出来将近的话 体重的话也是在3.5吨左右 但是各位 陆风龙的话 它那个脑容量可以达到500毫升 而这个剑龙的话只能达到26毫升 所以说你们想一想 它智商低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它脑容量太少了 那这个是最笨的最聪明的那个恐龙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那个恐龙的话它的名字叫山池龙 你们有去过旁边那个博物馆了吗 它那边有个7分钟的电影对不对 看完那个电影出来的门口 大家能看到有很多 长得像外星人的那个人对不对 那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孔然 它就是由智商最高最聪明的那个 进恐龙进化过来的 那个恐龙它的名字的话叫做山池龙 它属于小型的绕食恐龙 就成年以后 它那个体长只能达到1米左右 但是那个恐龙的话 它那个脑容量可以达到600毫升左右 体长只能达到1米左右啊 有一个说法 如果恐龙不灭绝 山池龙有可能会进化 进化出来的就是外星向人直立 行走的动物叫孔然 这是由最聪明的那个恐龙进化过来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最笨的恐龙 那记住了 但是各位 这个剑龙的话是在中国哪里发现的最多 四川自贡 中国有一个恐龙化石博物馆 最早的就是在四川自贡了 1987年的时候就有的 那边的话出现的恐龙 除了那个河川马文西龙 最多的就是前方的这种恐龙了 大家了解叫剑龙好吗 这边过来看到这枚各位 恐龙的脊椎 我们背上中间的这一条 这个的话就和我们人很像咯 它就是一块拎着一块的 我们眼前看到这枚脊椎骨的话 它保存下来不完整 只是其中的三块而已 记住这个恐龙的名字哈 麻将一圆毛龙 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各位 它属于是不进化石 带你们去看看完整的 抬头看上面 拜拜 接下来各位我们可以了解到 完整的这些恐龙化石的话 它们都是真实的保存下来的 但是它并不是一具恐龙的 它是一个种类的 大小差不多的 就把它组装和拼在一起的 有可能是三五具 甚至是十具恐龙的拼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知道化石在地底下埋藏的时间 很久几千万年 一具化石这么完整的 要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 所以上面这些化石仔细观察 大家可以发现 一具化石上面 它这个骨骼的大小不一样 就是有的会更大一些 有的会更小一些 各位这里上来整个二号展天 大家可以看到完整的 这个恐龙化石可以达到26具 我们里面的话 主要是以两种恐龙为主 一种是吃植物的 这个恐龙它的名字叫鹿蜂龙 另外一种恐龙它属于吃肉的 它的名字叫双脊龙 叫做双冠龙 那这边上来过后的话 大家首先抬头看一下 我们右手边能看到 各位中间 长得比较高的这具恐龙 大家能看得出来 这个恐龙它是吃什么的吗 诶 这个是吃肉的对不对 仔细观察 它整个脑袋比较大对不对 脖子要短 肉食恐龙各位它的牙齿 比较长比较尖很锋利 弯弯的成个道高的一形状 肉食恐龙我们大家都知道 平常怎么走路呢 它主要是用它的后肢来走路嘛 所以大家观察一下 它的后肢特别的强壮 但是你们看一下它的前肢很短小 就像我们人的手一样的 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肉食恐龙包括它前肢的这个指头数量要少 这个恐龙只有三个指头各位 如果换成吃植物的你们可以看旁边的这些 不一样对不对 吃植物的恐龙的话它脑袋要小 然后那个脖子要更长 性质和那个长颈鹿是一样的 为了能吃到高高的树叶 吃植物的它的牙齿要更细要更短 排力的比较整齐 各位吃植物的恐龙因为它属于四肢着地做爬行的嘛 而且因为它体型大 它的前肢要用来平衡它整个身体 所以吃植物的恐龙它前肢要更强壮 包括指头数量要更多 这个就是一个区别 我们现在眼前大家看到这些恐龙的话 它们属于是生活在侏罗季早期的 侏罗季早期它属于是恐龙的一个发展初期 所以各位 这个时期出现的恐龙体型比较小啊 一般的话它这个体长只能达到四到六米 对你们想拍照就从这里拍下去了 从上往下 可以把这个全龙奔跑的状态把它拍下来 但是各位恐龙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 体型会变得越来越大啊 我们现在的话各位整个展厅里面 大家可以展出看到完整的这些化石 组装起来的可以达到七十具左右 我们这挖掘的时间的话 最早是从1938年到2007年 七十年间挖到这么多 平均的话它每一年挖到的话 是只有一具 但是各位 眼前大家看到这些恐龙化石 全部都是在我们楚雄当地这边挖到的 那等一下的话会带大家去看 挖恐龙化石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原址都可以看到 在我们那个地层上没有开采出来的化石 还有很多 刚才的话带大家了解的吃植物的恐龙 吃肉的恐龙 各位恐龙还有一种啊 它像我们今天的人类一样的 既可以吃蔬菜也可以吃肉 这种恐龙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杂食性恐龙 但是杂食性恐龙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很少 目前的话只有两具 一具的话是在内蒙古 另外一具就是我们大家对面能看到 脖子比较长被吊着的这一具了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恐龙叫阿纳穿街龙 刚才下面我们有了解过它的布进化石 我们上面展出的这具阿纳穿街龙 它化石完整率可以达到80%左右 损坏的地方比较多的是肚子上的肋骨 像它的大腿和筋甲骨的话 可以说是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一具阿纳穿街龙 各位它是目前在整个圆南这边发现体型最大的一具了 你们想拍照的话从哪里拍 侧面拍过去正面拍不到啊 最大的是对面的这一具各位 我们对面能看到这一具阿纳穿街龙 它全长可以达到27米 各位它的身高有6.5米 古生物学家有做过推测 如果把它完整的一具复原出来 这具恐龙它的体重可以达到30吨左右 各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它的骨头 就是它的骨架嘛 如果说是把它完整的一具复原出来 那我们现在的人类 站在它下面有多渺小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们脚下一样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具恐龙 各位 它是2002年7月12日 就在我们现在所参观的这个地方挖到的 整具化石它从最早开始挖掘 到这具化石的修复和组装 用了4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一具化石你要把它完成的挖出来 再把它修复和拼起来 真的是费时又费力啊 那各位在这里记住 这具恐龙是今天我们参观这个地方长出最大的 而咱们中国最大的那具恐龙它在哪里呢 它是在河南省发现的 长度可以达到32米 叫做乳羊巨龙 有我们前方的这具恐龙的话 还要长着5米 而各位目前全世界发现体型最大的那具恐龙 长度的话将近可以达到55米 有我们前方这具恐龙两倍那么长 那具恐龙它的名字叫做阿根廷巨龙 它是在阿根廷发现的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具阿那川街龙 它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挖到的 那很多游客的话都很好奇 这么大的一具恐龙它挖到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带你们去看一下好吗 来这边就在这里挖到的 转过来看一下 各位接下来大家转过来我们在前方要了解的这个地层的话 就是我们恐龙化石的挖掘性场 就是我们的原址了 很多游客都很好奇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进这个博物馆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在前方这个地层里面发现了恐龙化石 所以就相当于是把它就地就把它给保护起来了 这是原址保存就地保护 那前面这个地层上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只要是有亮着灯光的地方 我们大家能看到所有都是没有开采出来 都是还没有挖出来的化石 各位刚才我们了解体型最大的那具阿那川街龙 它出土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形状 来看一下左边这颗柱子底下有一条弯弯的 就当时那个大恐龙挖到的时候 它脖子所在的地方往右手边过来 对面能看到凸出来这边 它的身体背部右边斜的尾巴就是这里了 就从这个地方挖到的 我们现在眼前各位大家看到这个地层 它是1995年 我们当地的话有一个农民叫罗家友 在上面种地在挖地的时候挖到的 就最早它发现的时候只是老百姓的一块农田 发现了恐龙化石之后 后期才被国家给保护的 06年是浙江的一个私人老板过来投资的 在这边建的这个博物馆 08年4月18号开业 那它现在的话已经被华侨城这边给收购了 那前面这个地层上各位化石还有很多 带你们到下面早早那个玻璃栈道 我们可以近距的观看就看得更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什么 带你们来摸化石 来过来吧其他地方还摸不到呢 这里的话各位大家可以摸到这一枚 的话是真实的保存下来的恐龙的腿骨化石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信月龙骨 用我们当地的一句话说 左手摸材器右手摸福器 可以感受一下 几千万年的它已经石化了 已经盖化了 而且我们要记住化石它密度比较高 同等大小的化石和石头 化石的重量比石头的高着三倍左右 好大家小心哦注意安全 有点害怕我们就走的时候不要看下面好吗 看前面就可以了 因为它下面还有很多化石没有挖出来 所以才用了这个玻璃 这边下来的话各位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前方能看到地层上这一些化石 都是还没有开采出来 就是没有挖出来的化石 那眼前看到这一些的化石的话 它最早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了 它是没有动过的 包括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保护措施啊 所以化石它全部都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了 你们仔细观察 它表面的话很多地方的话已经有风化油腐蚀了 我们现在眼前大家看到这个地层 各位是2007年的时候被国家给保护的 07年过后我们地层里面的化石的话 就再也没有再开采过没有再挖过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层的话有做过一个探测 如果往下面再开采 能开采到这个化石的数量将近可以达到400G左右 前面这个地层30米以内的话都能挖到有恐龙化石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挖出来的化石 比我们刚才上面看到的要多得多 现在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各位被称之为叫世界恐龙之乡 目前全世界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 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参观这里了 但是在这里的话恐龙化石大家看到很多 在今天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大家看 看不到什么东西记住了看不到恐龙蛋 大家要记住恐龙它属于是暖身动物各位 恐龙它是下蛋的 但是我们今天参观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恐龙蛋的化石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形象 目前的话中国发现恐龙蛋最多的两个省份 一个是在河南南洋 还有一个是在广东河原 在这两个地方发现的恐龙蛋化石特别的多 但是今天我们参观的这个恐龙化石 完整的一句都没有发现 各位我们参观这个地方只有恐龙化石 没有恐龙蛋哦 就说恐龙蛋和恐龙化石是分开的 不在一个地方 现在的话有的人就推测了 恐龙会不会像那个耗鸟或者像乌龟 有一个自己固定产卵或者说固定一个生活的地方 有可能他们在其他地方产了恐龙蛋 然后又侵袭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生活 又或者说恐龙蛋化石它有可能埋在其他附近的地层 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啊 但这些的话都是世界未及之谜都只能去推测 毕竟恐龙它离我们人类来说的话太远了 已经有两亿多年了嘛 而且恐龙秘诀的时候人类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只能通过已经发现的化石去了解它 其他的话只能去推测啊 来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这枚 这个的话叫蛇颈龟 它和恐龙的话就属于是同一个时期的物种 到现在已经有两亿多年了 这个就是龟壳啊 它的那个身体包括就是头和脖子保存不了 只有很硬的这层壳保存下来了 而且我们知道龟类正常来讲 它生活在有水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推测 以前这个地方水植被的话是特别丰富的 最有可能的是沼泽地啊或者说是湖泊之类的 这边的话各位走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只要是有亮的灯光的地方 大家能看到都是没有开采出来 都是还没有挖出来的化石 你们前面能看到这个地层的话 它简单的来说就有点像什么各位 像恐龙的墓地啊 就像恐龙的一个坟场 它们就全部集中全部都死在这里了 那各位相信关于恐龙它是怎么秘诀的 大家都有听过很多种说法 有的人说是因为火上爆发地震啊 或者说是因为气候变化等等 目前的话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 还是因为有一颗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所以导致恐龙秘诀 它现在里面这些是不让挖的 对就是国家已经把它给保护的 这个性质的话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西安的那个冰马俑啊 这是原址保存就地保护 要挖出来之后反而就会风化 会腐蚀就破坏了 所以就完整的把它给保护在这里了